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攝影獨白Channel 我出現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偶爾講相機 今天這條片跟大家找數,找什麼呢? 我大概在上個月出了一條片講Canon鏡頭 即是推介底玩的Canon鏡頭,結果沒什麼人看 可能是Canon的粉絲比較不喜歡買鏡頭 又或者Canon的粉絲持續下降也不定 有些朋友要求我出一條片講Nikon 你知道我避免被人說我是Nikon打手 儘量Nikon的東西都講少一點 所以先講Canon 既然有大家要求,我這條片跟大家講 Nikon底玩的新手選擇鏡頭 究竟Nikon有哪些鏡頭是新手應該考慮的 這條片的底玩鏡頭,真是便宜靚正 在講之前,請大家先給個LIKE這段片 為甚麼呢?你們期待已久這段片 你應該給個LIKE我吧 另外,未訂閱的麻煩訂閱 我發現看我的片,只有四成朋友訂閱了 有六成的朋友,新朋友 麻煩這些新朋友,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按鈴鐺的鈴鐺,選擇全部 每次出新片的話,就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OK,正式講了,不是,先賣廣告 在下個月,在這個五月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這四天,十五到十八 連續四天,我開了一連串 有七個很棒的photo lectures 一些攝影的講座 特別為香港要攝影新手 中手,高手精選的一些攝影課程 最棒的,有幾個我特別為大家推介 有一個是專門講攝影構圖 很多新手都覺得構圖有困難 OK,這個lecture和大家一次講十個有關構圖的話題 肯定可以提升你對攝影構圖的認知 包含你的相片 聽完這個lecture,肯定畫面拍得好很多 另一個值得推薦的 我上一條影片漏了說的 是一個關於街拍的怎樣捕捉的瞬間 一個觀察發言捕捉的一個簡單的lecture 希望一些新手簡簡單單 中手高手都可以聽 使得他們在街頭怎樣捕捉一些 值得捕捉的畫面 這些lecture就告訴你 喜歡街拍朋友就不要錯過 另外這個lecture也是很棒的 關於二次構圖,後期剪裁 很多朋友都聽一些人誤導 說照片要直出,直出,不要裁 浪費了,拍照不裁照 等於相不看不發 照片不裁就不辣 一定要裁照 很多士兵大師不告訴你 他的全世界街錯其實是裁過的 我這個lecture是利用大量的例子 告訴你照片的大師是怎樣裁照 他秘而不酸不告訴你 我踢爆他們 你們聽完這個lecture 包你們的照片 後期會適當裁法 有一個lecture 相當值得聽的 是一個黑白 數碼黑白攝影 過去我今年已經連續弄過兩次 兩次都爆滿的 這次第三次弄 現在的Isra 都相當多人報 我已經十多人報了 數碼黑白攝影 自從是Nikon Z 付出了Dip Tone Monochrome之後 多了朋友拍黑白 我不肯定 但是Nikon邀請我 去跟他說黑白攝影講座的話 你可以明白到Nikon 多麼清楚 在香港拍數碼黑白的代表成人物 在哪一位 我出了一本數碼黑白的書 印了三把 即是賣光了 第三把都賣光了 香港還有哪個攝影人 可以寫一本數碼黑白的書 給大家看 而且賣光了一本 兩本三本都賣光了 只有五陣營一個 這個lecture絕對值得聽 如果你喜歡數碼黑白攝影的話 我肯定可以說到你 認知到可以 拍得出見得人的作品 風格的黑白相 這個lecture幫到你 OK 懂得數碼黑白的話 你不能不學執想 有一個lecture是關於 三小時半大概 可以教你們 未學行先學走地 不用學懂Photoshop 一些基本的操作 你就可以大概 撿到你的照片 是見得人的 這個是給攝影新手學的 Photoshop 一個促成的計證班 教大家怎樣 就算不懂Photoshop 都可以撿到照片 不會教你複雜的 Layer Channel 用最簡單的方法 達至最好的效果 就是這個lecture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當然更加重要的 每個人都重要 是Nikon 曾經邀請我和他寫一個 Master Class 是一個大師班的課程 叫做攝影理論 是一個關於攝影哲學的課程 這個課程是沒有光圈 沒有快門 沒有構圖的 但是 無論你是新手到高手 聽完之後 對你一定很有幫助 能夠使你對攝影的認知 大開 不申受用 很多朋友聽到 都覺得是很棒的 一個lecture 攝影理論 OK 就是這個課程 最後有一個課程 漏了 是關於曝光精技的課程 深入和大家說曝光 一個很認真的學術 step by step 就是這樣和大家解釋 曝光要注意的事情 無論是新手到高手 新手就是不懂得學 高手來到溫故之身 都要聽一個lecture 我會清楚和大家解釋 什麼為之EV值 在坊間你真的 就算你上網說 都沒有人跟你說清楚 什麼為之EV值 EV值 為什麼和光圈快門的關係 和ISO一條無關係都沒有 ISO其實就不是曝光 現在外面說什麼 曝光鐵三角 有光圈快門ISO 全部講錯了 我告訴大家它們錯在哪裡 這個課程是一個相當認真的課程 不是那些 在網上看一些 就是用來撒謊 有些隱藏 Base ISO 那些廢話 不是說那些話 是說真話 ISO是一個感光的問題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ISO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更加重要的 怎樣在高ISO 原先應該有很多Noise的情況下 怎樣才可以把它的Noise減少呢 在高ISO也拍到 Noise不是那麼明顯的作品呢 我教大家 用一個高ISO的ETTR 在這個課程是要學的東西 7個課程 上個月報到名字了 言歸正傳 和大家進入今天的主題 講一下究竟Nikon Z系列 有些什麼便宜靚正的鏡頭 新手要注意的呢 OK 現在大家畫面 看到就是這個Nikon OK 官網 關於鏡頭的一個list 我由最便宜說起 為什麼有些很多朋友 都以為 Nikon Z鏡頭很貴 其實不是 在全片封無反鏡頭之中 幾個牌子之中 Nikon不是最貴的那間 最貴是有其他的 而且不單止Nikon 除了比較高價錢高質素的S系列之外 Nikon其實是有一個系列 適合新手玩的 便宜靚正 OK 首先畫面大家看到的第一支 我要介紹的是 Nikon Z系列最便宜的那支鏡頭 就是這支是28mm F2.8 28mm F2.8 當然這支鏡頭 官方定價是2280元 OK 但問題是在市場上 這支鏡頭 行貨只是1850元 就買到 水貨甚至便宜到1450元 當然我不會叫你買水貨 你自己決定 OK 先說回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我為什麼叫大家買呢 因為這支鏡頭 是一支性價比相當高的鏡頭 這支鏡頭不是和大家說 鏡頭的基本知識 但也有一點 對於新手來說 你始終需要一支28mm鏡頭 是拍風景用的 對於一些中手 即是介乎新手和高手之間那些 那些人就會發覺28mm都不夠幅 但對於新手來計 入門的時候 拿著這支28mm 無論你拍街拍 或者拍的基本風景 其實都是必須的一支鏡頭 這支鏡頭有什麼好處呢 我和大家看看 Nikon官網 那裏是怎麼說的 另一個官網 說說國際官網 這是imagingnikon.com 這個網 在這裏我全面 全面的S-Line鏡頭 看其他人 在這裏 第一支介紹的 26mm 我不說這支鏡頭 我稍後有機會說 先說這支28mm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是Nikon 現在是最便宜的鏡頭 最便宜是否沒有好東西 不是 通常來說是便宜沒有好 但是不是 便宜有好東西 特別是這支鏡頭 28mm 2.8mm 是Nikon Z系列鏡頭 可以看到性價比最高的一支鏡頭 之一 讓大家玩 便看到這支鏡頭 製作簡單而精美 簡約主義 設定鏡頭就是這樣 不要讚他 OK 看它的規格 其實它有幾樣東西 全片覆鏡頭 全片覆鏡頭 第一 STM 代表什麼 它是步進馬達 這個步進馬達是一個 比較精準而寧靜 反應快的對焦馬達 即是說這支鏡頭 可以拍照 可以拍片都相當寧靜 而且比較快趣 和寧靜 不說了 現在你買鏡頭 已經在這個年代 如果你除了拍照 還要拍片的話 你所有鏡頭都要STM 沒有辦法 另外 SIC是什麼 是Nikon 最標準 最基本 所有Nikon 鏡頭都有的 多層加網 是用來使用鏡頭 有些藥光或是耀光的東西 是降低減少 Basic 不是零射口 是必須的東西 所有牌子 賣得出鏡頭 都有多層加網 這個是Nikon標準加網 就是SIC 它靚鏡頭 有其他加網 例如Nano加網 那就其他的 OK IF 這個正 是貴的 以前是正鏡頭才有的 內對焦 即是這支鏡頭 原則上內對焦 就是 OK 當然在裡面 在裡面的鏡片 通常前組後組 不動 只是中間那組 內對焦 這支鏡頭的好處 就是對焦時 鏡頭不會伸長縮短 大家玩過的鏡頭 可能會覺得 對焦時鏡頭會長了 或者短了 這支鏡頭是不會的 完全固定的 相當好的設計 OK 那就不算 另外一個是Multi-FS 這個真的相當過癮 Multi-FS 這個新的叫法 我先來都不知叫什麼 但我作為一個傳統的Nikon 即是Nikon人 或是相機人 攝影人 我知道Nikon以前有一個 是CRC 浮動鏡片設計 通常說鏡頭漂亮的 鏡頭就有這個 我現在改了什麼 Multi-FC 這個意思就是 在裡面的鏡片組 近攝的時候 就會浮動地移動 OK 會多重多重移動 目的使得 在近距離拍攝的時候 那個失真減少 即是說 有了這個Multi-FS 這支鏡頭的 那個像差會降低 即是說會更漂亮 就是這支鏡頭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是Nikon 是1967年發明的 這個浮動鏡片 以前是它的專利 當然可能會過了 Anyway 不是所有鏡頭都有 但Nikon這支這麼便宜的鏡頭 都給這個Multi-FS 大家呢 我覺得是真的 有了良心 就是它為了使出鏡頭的質素高 而給這個功能出來 MA 就很基本的 即是說 自動對焦的時候 它可以手動對焦 override 即是說這支鏡頭 如果你街拍的時候 你覺得 相機的自動對焦 不夠理想 你就立刻拎它 就可以使你手動介入 OK AS 要和大家看看AS是什麼 AS是一個非球面鏡 又是一支最便宜的鏡頭 竟然比非球面鏡大 我就不想在這裡說 一個攝影技術太複雜的事情 和新手說一下 非球面鏡 原則上 光學鏡片曲線 那些curve 應該是一個球面鏡 你理解為一個圓波波 cut出來 它的curve應該是一個球面 非球面的意思是 它這個曲線 是有超過一個球面 OK 不是球面 是有些S型 在裡面 目的是什麼呢 在不同的位置矯正的光學 使得鏡頭的像差減少 在Nikon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1968年左右 第一次發明這件事 當然現在技術大大提升 可以很便宜的價錢 很便宜的成本 已經做到非球面鏡 但它都不是支支鏡頭比的 不然現在很多鏡頭都有了 非球面鏡可以提升鏡頭的畫質 OK 那 以前我就是用玻璃打磨的 很昂貴很難做 現在發展到現在 就是可以在一個球面玻璃上高 加光學塑料 使它變成非球面 也可以把光學玻璃溶解 倒模鑄造都可以 很多做法不知道 E E 代表它是電子光圈頁 現在很多鏡頭都是 以前的機械光圈頁 在操作上可能反應不足 電子光圈頁的反應這麼快 即是現在這些高速 這些鏡頭要有一個比較靈敏的反應 用了電子光圈頁會更好 即是這支鏡頭都給了很多資料 最棒的是 155克是Nikon最輕最輕的那支鏡頭 完全在重量上沒有負擔 Nikon也有在官網介紹這支鏡頭 另外要提提 它的對焦距離相當近 對焦距離是0.63呎 7吋半左右 多少呢 不要理它了 總之可以對得很近 一支28mm可以對得很近的話 你可以玩很多攝影效果 這支鏡頭相當不錯 最重要的不是這件事 是看畫質 大家很尊重畫質 跟大家一次過看MTF圖 我也不會在這裡教大家怎麼看 可以簡單說一下 紅色代表反差 Nikon這支鏡頭反差相當高 有看過CANON的影片 都會知道 對於這個圖表 我個人的分類 我會將0.5作為poor 惡劣 即是說 假如它的線條落到0.5的話 我覺得是惡劣 是差的 0.6我會覺得是 Fair Fair 意思是 接受吧 一般接受吧 0.7我會覺得 Average 好壞參半中間的Average 即是叫做不錯的 在Fair 以上的Average 8我會認為是Good 9是Very Good 0.8 0.9 0.8 1我會覺得是Excellence 最棒的 這支鏡頭的反差 是超過了Very Good 在中央到邊緣 到15這裡便是邊緣 即是說這支鏡頭 在中央到邊緣的反差都相當高 完全在Very Good 甚至接近Excellence 很棒 很棒 解像度 在0.8以上中央 即是在Good 和Very Good 中央 你記住 一支這麼便宜 是最便宜的價錢 最便宜的價錢 最便宜的價錢 鏡頭都給你Very Good 接近Very Good 的解像度 我覺得是超過了 有良心 甚至去到邊緣的話 它都是去到Average 即是說 不會使你蝕底 這麼便宜的價錢 都給Average 0.7我覺得相當不錯 以一支這麼便宜的 你以為它膠膠的 其實不是 我再說這支鏡頭 是防塵防水滴 你覺得它膠膠的 便宜的鏡頭 防塵防水滴 是否真的值得玩 OK 講完第一支鏡頭 我覺得值得推介的鏡頭 在Nikon最便宜的鏡頭 Nikon的Z系列 另一支 都是這麼便宜的鏡頭 就是40mm二光圈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 即是你是不想 在 廣角標準 端這個範圍 用變焦鏡頭 你想玩 定焦鏡頭的話 你可以考慮這支 40mm二光圈 它的定價都是2280 2280是定價 市場價 我覺得它這支鏡頭 都會比較相移 看看香港的報價 這支鏡頭 42光圈 更便宜 行貨只是 1650至2100之間 很多人是有變動的 大概我看到1650 就是行貨買到 1650買到一支 40mm二光圈 就是標準鏡 輕輕廣角一點 有些朋友都覺得 40mm比50mm 更加接近人眼 但不要緊 這都是討論 但Anyway 它作為一支 大光圈的標準鏡 而不是很大光圈 但也算大光圈 即是對於新手 你不想付錢買一些 1.4 1.2 那些超大光圈 你玩二光圈 其實都接受 1,600 我覺得是 值得考慮 看看這支鏡頭 如果是看Nikon的官 即是 介紹 看看這支鏡頭 首先 它一樣有 STM 暴進馬達 SIC 一樣有 IF 由於它不是廣角鏡 所以它不需要 Multi FS 即是不需要CRC 所有東西 其實跟那支鏡頭 即是剛才那支28mm 都大致一樣 都是會有飛球面鏡 都是有內對焦 都是會有 這個暴進馬達 我覺得是 差不多 這個近攝距離 都相當近 重量170克 相當輕 一支鏡頭 OK 至於畫質 看看這支鏡頭 有沒有這個防塵防水滴 一樣有防塵防水滴 即是為什麼這些 這麼便宜的鏡頭 都有防塵防水滴 當然 記住 專業級的防塵防水滴 和這個 平價級的防塵防水滴 應該有分別 我估計 記住 你不要拿水來噴它 我不是說它不行 你不要拿來這樣玩 基本上 我覺得 拿去打暴水 應該沒有問題 看看這支鏡頭的 光學表現 看看MTF 看看光學表現 一樣 那個 反差 即是 黑白對比 在中央的地方 是接近1 接近1 0.96 我想 相當高的 去到畫面邊緣的話 這支鏡頭 都有0.8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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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反差 就算去到最邊角 畫面 最角 這幾個 位置 最角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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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0.6 反差 比較高 當然 正式專業鏡頭 去到邊角都相當高 反差 這支鏡頭 不是 它是一支便宜的鏡頭 OK 更加重要的 看解像度 0.7到0.8之間 它不夠剛才的28mm 那麼漂亮 但它都在 average 以上 接近good 我覺得 1600多買支40mm 全開光圈 有接近good 那你就收貨 當然 收細一級光圈 它一定會正一點 收細兩級 但是我跟大家說 全開光圈 就算鏡頭 邊緣開始下降 都是輕微下降 去到最邊緣 都是接近0.6 0.5到0.6之間 FH輕輕低一點 但我覺得 要記住 是邊緣 全開光圈邊緣 它是不差的 但很奇怪 再邊緣一點 它又提升了一點 我覺得這方面 比較奇怪 OK 看看它的圖表 它有兩片飛球面鏡 中間和最尾那一片 是飛球面鏡 來的 Nikon對於這些 平價鏡頭 由於飛球面鏡的 生產成本 便宜了 所以Nikon 可以做到這方面 OK 看看Nikon 如果是平價鏡子之中 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DX 這段影片 特別提提 這支40mm 和這支 42mm 和282.8 Nikon 都有出到SE版 即是市場上一般用家 叫做菠蘿釘 即是扮傳統 AIS 扮傳統 F-mount 那種製作 是帥氣的 給大家看看 外形是帥氣的 傳統 現在畫面看到這個 不過你值不值得多 幾百元去買個帥氣 你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不過我想和大家特別提一提 我想和膠接到 這支這樣的 OK 40mm 40mm 耳光圈的SE版 定價是2800多元 市場價錢 OK 市場價錢 只是賣2600到2800 即是價錢很實正 很硬的 價錢 2800 如果你為了帥氣 買這支鏡頭 其實市場上還有一個選擇 什麼選擇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大家的畫面看到這支 交涉 他們 即是 生產的 即是Archolab的鏡頭 35.4 是完全做到 傳統Nikon 舊時的感覺 它叫Noneca 舊時的感覺 跟SE版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SE版沒有這個 光圈數字 沒有光圈環 這支 更加傳統 又賣光圈環 不過記住 這支鏡頭 是沒有自動對焦的 是手動的 你自己衡量一下 而且交涉定價 是2960多 比Nikon原裝更貴 那是不是有減價空間呢 大家留意一下 OK 不跟他們賣廣告了 OK 說回Nikon 新手做了什麼好選擇 SE 我建議大家不要貪帥 我是不推薦的 除非你真的很貪帥 接下來DX那些 APS-C鏡頭 我不說了 接下來 第三支 平價鏡頭 去到24-50mm 4-6.3 這支鏡頭是雞勒 我不是拍真推薦這支鏡頭給新手 不是說質素拍真差 3980元 而且市場價 根本不用3980元 這支鏡頭呢 我覺得是 值得玩的 但是這支 不是所有值得玩的 我們都賣光的 我一定要看我們自己 鏡頭的 鏡頭是怎樣設計的 這支鏡頭 如果你就這樣買的話 1600元 真的很值得 3500元 是定價 來的 市場上的價錢是 1700元 真的使得我覺得很雞勒 由於價錢太便宜 我覺得值得買 假如你不想玩定焦鏡的日子 你想吊吊吊 拿著一支鏡頭出街 可以拍照的話 那我是覺得這支 24-50mm 4-6.3mm 是一支值得你日常Castle用的鏡頭 但是拍一些生活相 或者拍街拍 因為它最大的光圈是4-6.3mm 你本身就不要打算玩什麼淺景深的 那些的 一埋牙就收到8 ISO800 或者甚至1600 P Mode 也好什麼都好 使用它小小光圈 做街拍用 拍風景用 它是一支不錯 相當輕的鏡頭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不推薦它呢 因為我覺得有其他 貴一些 但是不錯的選擇 都要說一下這支鏡頭 第一 雖然它便宜到1,600多元 變焦鏡頭 但是它也有SDM 也有部準馬達 拍片都對 也有Nikon標準的家莫 廢話來的 都是IF 都是內對焦 即是說 它這支鏡頭 對焦的時候不會伸縮 變焦會 對焦不會 MA標準 你隨時可以手動對焦 這些 它是低色散鏡片 即是說這支鏡頭 雖然這麼便宜 便宜到無可再便宜 它也有兩片ED鏡片 大家畫面看到 裡面有兩片ED鏡片 另外也有三片飛球面鏡 即是說一支便宜到這樣的鏡頭 Nikon也給它下了很重料 有ED和飛球面鏡 另外也有電子光圈頁 有195g 以一支變焦鏡來講 便宜到很便宜 那為什麼我不推薦 我不推薦 不是叫大家不要買 我沒有推薦它 我自己是喜歡這支鏡的 我自己鏡多 即是說 如果你鏡多便不介意買它 如果你是 不是暫時這麼多鏡的話 除非你Kit鏡跟機買了 就沒辦法 否則你後期買 我覺得你會有更好的考慮 OK 計畫質的話 它是相當漂亮的 不只是光圈小一點 為什麼 而且24-5 這個我覺得 仍然是有更好的選擇 它那個 簡直你不相信 它這支鏡頭 竟然反差 由頭到尾都是 Excellence 在Very Good 以上 解像度 解像度是0.9 無論解像度和反差 都是相當相當漂亮的鏡頭 很多朋友都誤會了 這支鏡頭是一支chip鏡 價錢chip 但畫質good 畫質very good 接近very good 以上的一支鏡頭 大家在畫面看到 相當高 畫質的一支鏡頭 OK 就是這支 便宜版的鏡頭 是值得買的 但我不推薦 我會有些更好的推薦給大家 Anyway 如果你真的新手得來 不玩剛才我說的兩支定焦鏡 你就索性入手這支鏡頭 一支頂幾支 24-50 一支頂三支鏡頭 不足 24-35-50 在你手中 不然就沒有了大光圈 為什麼 記住對於新手來計 沒有大光圈是一個遺憾 原因是對於新手很多都想玩淺景深 你有支42光圈 你是開心很多 就是講完了 所以為什麼我不推薦它 因為它 即是 雞肋的意思是 買不買好呢 我真的建議大家 你再想清楚一點 我就沒有推薦它 我不是不推薦 我沒有推薦它 OK 跟著這支 26-2.8 我是不推薦給新手的 你說就罵我吧 這支鏡頭這麼正 不推薦的意思是 對於新手來計 4,480買這支鏡頭 真的比較貴 雖然市場上它絕對不會使用到這個價錢 因為市場價錢一定會便宜 新的時候是這麼貴 現在是跌了價 市場價都3,450到4,000元 3,990多 現在看外面最新報價 3,680元 水貨3,053 差點600元 我當然買行貨 為什麼我不推薦給新手呢 因為始終這支鏡頭 你是新手以後的中級 拍了兩三年照 喜歡買街拍 我就建議買這支鏡頭 我個人都很喜歡 我還未入手 但我真的很想買這支鏡頭 為什麼想買它呢 因為它真的是Pancake鏡 你配上ZF 這支鏡頭真是完美的街拍鏡 看看這支鏡頭正在哪裡 正在哪裡 這支鏡頭 我別想了 這支鏡頭很長 跟大家說了 Nikon 新手值得選擇所有鏡頭 但我不是叫你買光 千萬不要誤會 我跟你說這支鏡頭 是怎樣的特色 你自己挑選 如果你喜歡玩變焦鏡 那支KIT鏡24-50 是值得買的 畫質相當高 缺點是光圈比較小 如果你玩定焦的 28和40兩支鏡頭 我覺得是必買的 至於26mm那支 那支 真的餅鏡是中級才鬧慮 那支鏡頭 不要想了 那支鏡頭 如果你覺得28不夠幅 14-30支鏡頭 是值得想的 軟攝方面 你真的需要軟攝的話 我覺得24-120的變焦鏡 或者都適合你使用 如果120也不適合你使用的話 你就忘記這支鏡頭 不要想它 直接買至70-180算鬼數 OK 好吧 鏡頭的話其實很複雜 你看自己怎樣去編配 所有鏡頭都介紹了 Nikon平價那些鏡頭 OK 大家自己去選擇 OK 再講過了 我有一連串的Letcher 在5月份 15、16、17、18 這四天連續 連續開7個Letcher 上課就報到名字了 假如大家想提升你的視頻技術的話 除了看書就是上課的Letcher 或者其他人的Letcher 當然我當然會介紹我的Letcher 我不會介紹其他人的Letcher OK 當然看書很重要的 告訴你上課買到我推薦的 台灣出版的正體中文視頻書 有幾十本 我供應商會收到訂單之後 幾天就會發貨給你了 用進風送到你家 你的辦公室 或就近的順風站 記住順風站你要24小時拿 不然的話 我們買三本包括運費 不包括付加費 你們付加費一定是自己付的 因為你自己 如果你遲了去拿 順風會收你付加費 所以我建議還是送去家 另外畫面上課買到我推薦的 卡爾沙斯賽斯鏡頭紙 剛才如果你是買了Nikon的入門鏡頭 你都需要擦乾淨 如果你的手指印 弄髒了 一張鏡頭紙就幫你搞定了 不貴的 一盒有200張紙 賣200元 包了順風運費 由台灣SUPER 給你 我們賣的這款是 出口去美國的版本 是相當正的 再進去台灣 再去台灣賣給大家 好迂回 是正的 是這樣的做法 買三盒送一條爬山星相機帶 買四盒 這個可以選擇的顏色更多 現在我的供應商 都在做台灣特產 其中相當推薦的 是一隻李錦利的八仙果 吃了可以開聲 我的聲音 聲如紅鐘 那麼響聲 就應該吃了這隻 李錦利的八仙果 如果你買這隻八仙果 運費到負 即是說你在香港給運費 因為不知你買多少 不過你如果買四盒鏡頭紙的話 就包運費 因為為什麼呢 利用重量的空間 再寄給你 所以你如果買四盒鏡頭紙 你選擇李錦利的八仙果 是省到運費 上歌買到了 拜拜 我們經常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